尊敬的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 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我们来到弥陀寺 一起念佛 共修 虽然只有几天的时间 这也是多生多世的缘分 能够安下心来 念这一句佛号 都不是小姻缘 弥陀经上 为我们说明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 因缘得生彼国 什么意思呢 真正对这一句佛号 深信不疑 对西方极乐世界 恳切地向往 愿意往生 又能老老实实地 念这一句佛号 需要具备的三个条件 第一 第一 善根 不可以少 第二 福德 不可以少 第三 因缘 不可以少 所以 大家 这几天 回到弥陀寺 来念佛 这不是偶然的事情 或许 或许 自己觉得 就是想出来换个地方 想散散心 想让自己放松放松 为什么不到别地方放松啊 为什么不去别地方散心啊 来到这里还能够安下心来住几天 心为什么能定得下来呢 过去生中深厚的善根 肯让我们生起信心 安下心来 做得很欢喜 愿意这样念 这是大福报 不要小看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有人走进来两分钟都待不了 扭头就跑了 所以不可以少 那是什么情况呢 少 他还有 没有的话 门都不进 还肯进来 就是还有 但是不够 安下心来 一门心思 念这句佛号 这一生成佛的因缘 成熟了 老实念佛的人 都是肯定在这一生成佛的人 所以我们不是打佛七啊 我们是在办成佛培训班 现在社会上流行各式各样的培训班 赚钱的培训班 美容的培训班 交朋友的培训班 我们这里是成佛的培训班 钱赚到了 也保不住 容貌再怎么美 最后都会老去 朋友再多都会散掉 只有念佛人 往生不退 成佛 才是最为究竟的因缘 所以我们来念佛 首先要珍惜这个因缘 学习佛法 我们要明白 佛法为我们讲什么 很多人不了解佛法 以为学佛是迷信 念佛是一些老人家 没事情做 在那边打发时间的事情 这都是缺乏了解 所产生的误会 首先学佛 是让我们学觉悟 说的多明白 佛是觉悟的意思 学佛就是学做一个觉悟的人 觉悟什么呢 我们就简单的说两件事 这两件事 是所有人都不能回避的 什么事呢 就是生和死 学佛就是让我们 弄明白这两件事 生死 所谓生死事大 首先弄清楚生 生就是活着的事情 在没有死之前 都叫生 这辈子怎么活着 先弄清楚这个事情 然后再考虑考虑 怎么死 生死 生死 是怎么一回事 先说一说 怎么活着 人家说活着还不简单吗 天天吃饱了饭 不会饿死就行了 活着 很简单 活得好 很不简单 什么叫活得好啊 活得安心 活得自在 活得幸福 活得快乐 活得没有烦恼 活得不会把自己 活生生 替死 不容易啊 这是一门 大学问 人世间 活着的时候 最大的学问 就是怎样 更好的活着 这个世间的各行各业 所有的学科 都是在试图去解释 怎样更好的活着 佛法 就是教我们 首先 学会过生活 眼前怎样更好的活着 怎样才能活得更好呢 心要好 心的状态 要好 我们先不说 贫富贵贱 也不说 做什么具体的行业 先说一说 心 人活着 其实 就是这个心 在感受 外在的一切 跟贫富贵贱 实际上 还没有太大关系 就是一个人 生活的是否 幸福快乐 贫富贵贱 还是外表 人的幸福 人的幸福和快乐 不过就是那一念感觉 那一念感受而已 多数人认为 有钱人就会快乐 真是这样吗 不见得 诸位有没有钱啊 不好意思说 肯定有钱啊 猜也能猜得到啊 你说我没多少钱 没多少也是钱啊 钱是肯定有的 有钱就一定很快乐吗 你说我钱还不够多 什么叫多 把中国人民银行 全部给你 叫不叫多 管银行的那位朋友 也不见得快乐到哪里 世界首富 一定就很快乐吗 不见得 只能证明他很有钱 但绝不证明 他很幸福 很快乐 那不是 是不是说很穷的人就快乐呢 也不是 不信大家去 找一些那个穷要饭的 问问看 快乐不快乐 他也不快乐 有地位的人就会快乐吗 也不见得 有一点地位 觉得可以了 但是上面还有地位更高的人 处处打压他 民间有句话 官大一级压死人 你做了局长了 上面还有处长 厅长 还有部长 做了市长了 上面还有省长 做了国家领导人了 放眼这个全世界 一个国家 在世界格局中 也算不了什么 全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 我们一个国家放到全世界里面 就像一个村一样 哪怕有一天 做了世界之王了 外太空还有很多星球 地位怎样算高呢 没有地位呢 又想着处处被人欺负 这些都是外在的形象 不能够成为人们幸福生活的 决定因素 那么佛法里面 为我们说明的 人要想活得幸福快乐 决定因素是什么呢 心态 要觉悟 要从种种对立的这些生活状态中 摆脱出来 不要被贫富贵贱所左右 贫也好 富也好 我都可以过得自在 我们不反对富有 不反对有权贵 也不希望贫穷 但是 在我们这个社会上 贫富贵贱 是客观存在的 那我们学了佛法之后 是不是说 世界都会为我而改变呢 不是这样的 佛教我们 学了佛法之后 说我心要改变 我心改了 世界就为我改了 先从心改起 本身很富有 学了佛法之后 恕富贵 行乎富贵 什么意思啊 做富贵人本分的事 安于富贵 用自己剩余的财富 去帮助 有缘的人 接下来可以继续富有 但是 自己的心 是知足常乐的 哪怕没有成为首富 比首富可以更开心 自己现前不是很富有 我可以 希望自己的生活更富有 但是 在物质生活没有更富有之前 我不能等 不能等什么呢 不能等到我有钱了 才开心才快乐 我现在就应该开心 就应该快乐 这穷光淡一个 开心什么 穷开心嘛 越穷越开心 穷得一无所有 没什么牵挂 没什么顾虑 你看自古以来的修行人 修行人都行云流水 很自在 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也很多人羡慕 真是羡慕他们 好像神仙一般的日子 想到哪里到哪里 无牵无挂 自由自在 也有人看到 我们出家师父 我都遇到好多 真羡慕你们和尚 真是爽死了 我说好啊 你既然羡慕 来来来 我头给你剃了 做几天和尚 我都说这个不要 他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俗话常讲 有史有德 有德有失 这个世间的好事 不会让某一部分人 全部占有的 出家人 竟然把世俗的生活 都放下了 他自然有另外一番 世俗人想不到的生活 那主要是心境上的享受 当我们的物质生活 没有完全富足的时候 要让我们的心充实起来 不要天天念叨 我很穷啊 我很可怜啊 越念越穷 越念越可怜 为什么呢 心想事成 老想穷 老跟人家说穷 老倒苦水 就越来越穷 越来越苦 所以这个心态要不得 哪怕我现在没有地位 我不会自暴自弃 我也不会处处看人脸色 我的心是强大的 安于当下的状态 有这个基础 可以创造任何美好的明天 哪怕将来我这一辈子 都没有很高的地位 没有很多的财富 我照样这一辈子 活得很充实 很自在 我的幸福和快乐 绝不因为外面的环境 没有改变而停止 这是佛法一开始就教给我们的 转心态 用最好的心 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学佛就是从这里学习 明天都不要等啊 下午都不要等 就是现在 把最好的心 拿出来 什么是最好的心呢 先说说哪些心不好 然后大家 把好心就找出来了 哪些心不好呢 恨人的心不好 其实心不会恨人 是我们错用了这个心 才会恨人 今天早晨一起来 你就恨一个人 今天一整天生活在地狱中 被恨的那个人 他莫名其妙 他也不知道 但是你要恨他 你就苦死 你就痛苦死 人家说不行 我就要恨他 我不恨他 我就过不去 我不恨他 我就觉得没事情做 我想想就恨 咬牙切齿 恨着恨着 牙痛起来了 为什么呢 你真的就心想事成 不要恨人 恨人的想法 是痛苦的 那个心态不好 不要怨人 怨人就是发牢上 在家怨父母 出门怨朋友 看看旁边没人 怨天怨地 晚上睡觉 都还怨周公 不让我睡好觉 我们今天很多朋友 都有这样一种 发牢哨的习惯 所以生活品质 大打折扣 怨 把我们的快乐 给带走了 所以不要恨 不要怨 什么理由 不要讲 不要说 我恨他是有理由的 我怨他是活该 那你活该受罪 这叫自作自受 要特别提示一点 千万不要怨父母 不管什么理由 不要怨父母 从今天开始 之前的就算了 其实也算不了的 阎罗王在那边算账的 之前怨过的 都会记账 你说记什么账 将来要还的 你怨父母一分 将来你的儿女就怨你一百分 不幸试试看 现在还看不出 你说这下惨了 那怎么办 赶紧忏悔 之前曾经恨过父母 怨过父母的 赶紧去忏悔 父母还在 回家赶紧磕三个头 爸爸妈妈我错了 我之前悄悄恨过你们 我不懂事 不笑 父母就算没事 父母亲都是慈悲的 好了 这个怨就化解掉了 否则的话 这就没完没了 这要特别说明一下 夫妻之间不要互相怨 夫妻互相怨 家就不合 有同学会说 我学佛 他不学佛 他天天造业 我恨死他了 也不要恨 他造他的业 你念你的佛 你真爱他吗 你就替他忏悔 他造一眼 你修功德 他将来堕落了 你到极乐世界去 再回来救他 就行了 很简单的事情 干嘛那么计较啊 他障碍我学佛 他没有障碍你 他在成就你 要这么想 我拜佛 他不让拜 不让拜佛 你就拜他嘛 多简单的事情啊 反正不都是磕头吗 你把他当佛 一样去拜不就可以了吗 会不会啊 磕不下去 他不是佛耶 你老这么想 他当然不是佛了 你给他多磕几个头 他也不好意思了 他会以为你有神经病 没关系 管他怎么说 要用自己的佛心 去感化他 如果对方也学佛 那一家有共同信仰 是最好说话的 一个学佛 一个不学佛 就这样做 学佛的要觉悟 我们学佛了 讲觉悟 谁觉悟啊 自己先觉悟 不是逼着对方觉悟啊 觉悟哪里是可以逼的 佛又逼着大家 赶紧觉悟吗 没有 只是慈悲的引导 善巧的 给予教诲 外面的有缘人 不论是亲戚还是朋友 都是多生多世的缘分 有缘相遇 结善缘 不要结恶缘 已经结了恶缘 赶紧忏悔 化解 我们的生活品质 内受我们情绪的影响 外就受这一群人的影响啊 大家仔细想想 是不是啊 你今天心情为什么不好 那个朋友打电话来骂我了 你说心情不好 心情又怎么不好了 跟某个人在一起不愉快 又不好 我们的生活就是受内外 这两种因素影响 所有的事情 不都是这些人在做的吗 工作也好 家庭也好 做生意也好 出去玩也好 不都是这几个人吗 内 父母 夫妻 兄弟 儿女 外 朋友 同事 老板 员工 领导 陌生人 都是这些事情 那是用什么去面对的呢 都是我们这个心去面对的 所有的课程 如果找不到这个心 全是门外的学问 没找到根本 所以佛法一开始 就教我们修心 调整我们的心态 一切都会不一样 不要恨 不要怨 不要发牢骚 记住了 千万不要发牢骚 父母亲不可以怨 不可以恨 老天爷也不可以骂 很多人有习惯啊 动不动就骂老天爷 老天爷得罪你了 好的时候 从来不会分钱给老天爷 倒霉了就骂老天爷 亏死了 天对我们 有覆盖之恩 天在保护我们 大地对我们有承载之恩 我们怎么去折腾他 他都不会怨 我们这些 简直就像不懂事的小孩 学佛就是让我们觉悟到 哪些是对我们好的 我们应当用好的心态去面对 朋友之间 要想长长久久 不要怨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千万不要怨 有人说不行 他欠我钱了 他不还我了 钱是小事 不小啊 好几千万啊 你能带得走吗 刚才说了 把银行给你 你能带得走吗 我能解决很多事情 事情解决完了 还有什么 过去的几十年 我们解决过多少事情啊 算看看 留下来的是什么 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记忆而已 除此之外 还能得到什么 得到的就是 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情仇 钱花完了 事情做完了 这个东西会陪着你一辈子 到临时都不会忘记 你说说哪个重要 所以古人说的好啊 哪怕就是天下大事 在后人回顾来看 也不过是笑谈中的事情而已 这就是佛法里面告诉我们的 看破放下 这是一种心态 事情都会过去 在做事情的同时 其实就应该认识到这个真相 然后我们的心 才会平静下来 越平静 事情做得越好 因为情绪不在里面捣乱了 事情为什么做不好啊 有情绪在里面捣乱 事情就做不好 情绪无非就是在乎厉害得失 有厉害得失在里面 事情做好了 留下来的也是一大堆的烦恼 想想最初做事 不应该是想要这个结果吧 所以先要把心态调整好 不愿天 不忧人 这两个心 这两种心态 先认识清楚 千万不要 不要忌妒 不要忌妒 就是别人比我们好 不要眼红 这一点 在现实生活中也常见的 人因嫉妒心理 而影响自己生活品质的事情 比比一件事 两个人同做一件事 结果对方做成了 他没做成 本来是好朋友 就反目成仇了 什么缘故呢 嫉妒心 我不好 他也别想好 因此 影响各自的生活 他好 我也生水喜心 其实 他不一定 比我好到哪里 可是我这种欢喜的心 却比他还要好 这是会过生活的人 看到别人比我有钱 太好了 他有钱 又不是你有钱 你好什么啊 他有钱 是他的福报 我水喜他的福报 他的福报 慢慢就到我这边了 大家不听过水喜功德吗 别人秀功德 我们水喜 他的功德就过来了 人家秀功德 你这边嫉妒 人家功德越来越大 自己业障越来越深 这叫不善用心啊 他有钱很好啊 不用我救济了 不用我帮忙了 他长得漂亮 自己也不用想着 要跟他一样漂亮 长得漂亮 自己又看不到 很吃亏的 最好是你们都漂亮一点 我就天天看你们 何乐而不为呢 而你老这么想 最后你就比所有人漂亮 为什么 心好 看到别人有成就 欢喜 这个是佛教我们 怎么样过好日子的心态 会这样用心 每一天都快乐得不得了 把那些负面的心态消除 还有好多好多 大家举一反三 凡事会让我们皱眉头 生烦恼的想法 通通要把它去掉 学佛学什么 头一个就是学这个事情 从这里学起 取而代之 培养正面的心态 不再恨不再怨了 要有感恩的心 我们平常 做事情 有人来帮助我们 都会说声谢谢 非常感谢 这已经变成礼貌用语了 我们真的 如果会用 感谢所有人的心 来面对生活 我们的生活品质 决定会 每天不一样 就不可能会有那么多苦恼 苦恼都从不懂感恩中而来 所以要心存感恩 佛法教我们报私恩 私恩是归纳 是大类 实际上 就是一切时一切处 我忘记 感恩一切 首先 感恩父母 父母亲 辛辛苦苦 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 说辛苦都不足以 来说明 父母亲的付出 所以经上书 供养父母的功德 跟供养等绝菩萨 是没有差别的 时时刻刻 想起父母 就是感恩的心 而不要怨恨 哪怕父母亲 我们认为 曾经有什么地方 做得不对 或者对我们没有照顾周到 我们应该 把这些 淡忘掉 或者换个方法 去想 我们的父母 不是圣人 他们也是凡夫 他们有很多过失 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的父母 却希望我们成为圣人 怎么成为圣人呢 就是把这些缺点都改掉 孽孽 想父母之恩 那个怨气就化解掉 感恩国家对我们的照顾 上至国家最高层 下至地方政府 都在照顾我们 国家是一个 总的代名词 它不是讲某个人 也不是讲某一个政党 它是总称 就是我们生活的大环境 方方面面 我们都要感恩 比如这个国家 我们生活在 这个大环境当中 因为有太多的人 投入到社会 各行各业的工作当中 在为我们服务 为我们提供帮忙 所以我们才有 安稳的生活 难道不应该感恩吗 现在有不少年轻的朋友 对于社会 总是感觉到有很多 不公平的这些想法 其实任何一个时代 都不可能绝对公平 社会的不公平 是众生各自的业力 所造成的 那谁去改变呢 想改变自己去改啊 改自己的心啊 有人看到 那些人怎么 好像没有付出多少 就赚了好多钱 心不平 又看到某些人 投机取巧 观作得很大 心里也不平 不要不平 各有各的姻缘 有一个年轻人 觉得自己啊 才华横溢 很优秀 但是总感觉到不被重视 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 总是感觉到不满意 觉得老板都瞧不起他 很烦 这一天 去拜访一位师父 把他自己的苦恼 向师父啊 诉说了一番 师父就告诉他 听过一句话吗 什么话 是金字总会亮的 听过 我认为我就是金字啊 那为什么没有亮啊 我一下子把他问住了 因为你磨得还不够光 一个人 之所以会成就 有方方面面的因缘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一定是经得起磨练的人 最终才能成就 可能磨练的方式方法不一样 但一定是坚持到最后的人 最终成功 小小不如意 就开始怨天尤人 就不肯接受社会的锻炼 如何能够有大作为 所以心态先要调整 感恩三宝对我们的慈悲涉受 我们今天有缘 听闻到这一番道理 有缘 学习佛法 这是三宝的慈悲涉受 佛法生三宝 在世间 给我们带来的过敏 感恩三宝 感恩佛 感恩法 感恩生 佛法 靠生宝来洪传 感恩 有出家师父在引导 有很多人不了解 认为出家人 出家人有什么贡献啊 这些和尚好吃懒做 天天就这边念经 甚至有些人认为和尚是多余的 多余的东西很多 多一个和尚也不多余吧 其实这是没有客观去了解 你又没当过和尚 你怎么知道和尚多余呢 说这个话的人 没有科学精神 什么叫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就是实践啊 你来当几天和尚 你才有资格说 你怎么知道和尚做的事情 没有意义呢 至古以来 佛法在流传的过程中 影响各行各业的人 不胜委屈 这些人因为听佛法的缘故 改变命运 断恶修缮 为社会带来祥和 这样的例子 太多太多了 谁去影响他的呢 就是这些多余的和尚啊 是不是啊 诸位怎么接触佛法的 还不是这几个和尚啊 出家人所做的事情 就是传承佛法 宣扬佛法 让更多有缘人 听闻到佛法 听闻到佛法的人 只要有一个 像刚才说的 改变了心态 他本来今天早晨 起来带着一种 报复的心理 很怨恨的 拎着汽油 说要去放火烧人的 结果听了事物 三言两语开始 哦 我不该怨 我还是把汽油 加到油箱里去吧 一场社会治安 动乱事件没了 免去了 相信不相信啊 现在我们国家 很重视维稳工作 和尚做的就是维稳工作 在安抚民心啊 让社会大众 心安理得的过生活 让每一个人 自觉 自发的去创造 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而且还尽可能的 避免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你说这个贡献大不大 所以过去唐太宗 李世民才说 出家乃大丈夫之事 非王侯将相之所能为 这赞叹是一点都不夸张 出家人除了自己本分的修学 生活之外 义务地在推广这一种 觉悟的教育 遇到人就会跟大家说这些 又不收学费 现在很多公司聘请一个高级顾问 业务咨询 都要收好多咨询费用 和尚也没有规定 跟你讲几句话 收多少咨询费 都没有 大家供养不供养 都是随心的 所以以前的帝王 才会尊出家人为师 帝王有智慧 倒不是说那些皇帝 他真的需要拜个和尚去念经 帝王这么做 是做给普通百姓看的 大家去翻翻历史看 历朝历代的皇帝 很少没有拜出家人为师的 他拜的是什么的 他拜的是一种方法 如果民众也能够这样去学佛 去过生活 大家的生活都是安乐的 心是安的 生活是快乐的 这是三保之恩 众生恩 众生是谁呢 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体 都是众生 以人为主 我们现在生活在人道嘛 现在也讲以人为本嘛 除了前面我们说的这几种 有固定名分的人之外 剩下的也对我们有恩 方方面面的恩德 有些我们可能都没想过 就拿我们现在生活中的一切来说 我们每天吃的饭 多少农夫 他们的辛苦劳作 有了庄稼 有了粮食 在运输过程中 多少工人在付出 送到厨房里面 厨房多少菩萨 在加工 最后热腾腾的饭菜 端到餐桌上 我们吃的任何一碗饭 这中间程序 何止千万人在努力啊 如果一点感恩心都没有 那简直是 这不好说了 民间有句话叫 猪狗不如 这就太过分了 但是我们想想 是不是这样 我们活着 就在受所有人的恩惠 我们穿的衣服 人家说 我衣服花钱买的呢 你到大沙漠里面 去买衣服看看 到荒芜人烟的地方 去买衣服看看 世界首富也买不到衣服啊 花钱也要有人欢喜住啊 我们出门这么方便 我们住宿这么安稳 我们做什么事情 旁边总有一些相关的部门 一些设施 这些方方面面 去付出的人 都是我们要感恩的众生 老这么想 有个最大的好处 想生气都起不来了 包括这些小动物 佛法讲的众生 包括一切情与无情 有情就是有生命的 无情就是山河大地 在我们看起来 没有情食 没有生命的 照样是众生 通通要用感恩的心 去面对 这是我们说的 上报 是种恩德 父母恩 国家恩 三宝恩 众生恩 常念是恩 人的心会越来越厚道 人的怨气 会越来越少 培养厚道的存心 然后再回过来 看待我们生活的现状 就会心平气和地去面对 不再怨 不再恨 不再烦了 幸福的生活有了基础 接下来 想做什么工作 想创造什么样的前途 就可以心甘理得的去付出了 我说付出 因为我们希望得到的果报 不可能凭空而来 没有付出 哪里有收获呢 佛法讲因果 如是因如是果 没有相应的付出和努力 不可能会有果报出来 你说我去拜拜佛 求佛保佑我 给我 种一个大价 发一个大财 你种的奖是命里有的 发的财也是命里有的 佛不会另外给你的 你说那我就不拜他了 你拜一不拜 跟佛没关系 这要说清楚 不是说你拜了佛 佛就很有面子 所以很多人这个观念弄颠倒了 也为我去拜佛 就是给佛面子了 拜不拜佛 跟佛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为什么要拜呢 你拜了 是自己在里面获得启发 获得觉悟 这要说清楚 要会拜 不会拜呢 只能结个善缘 种个善根 我们来学习佛法 就是从佛法中 获得这些启发 到道场里面来 我们发心 付出供养 也是一样 三宝 慈悲 给我们这个因缘 成就我们 我们在三宝 门中 所做的点点滴滴 都会如实地 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这一点要说清楚 我们很多同学 喜欢跑寺庙 到处跑寺庙 到处捐钱 到处做供养 碰到一起聊天的时候 就说 最近我又去了某个寺庙 那个寺庙的师父 老可怜了 不是我出钱给他 他这个年都过不去了 言语之中 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做了 老大贡献 事情也确实是 这么个事情 但是观念上 弄颠倒了 自己做了 实际上是 种在了福田当中 那个田是自己的 三宝 不过是提供一个因缘 谁在帮谁呢 自己在帮自己 那个福报 别人会拿得走吗 师父会带得走吗 谁都带不走 谁发的心 果报回到谁那边 所以 要感恩三宝 给我们这个机缘 这是举一个例子 感恩外在所有 给我们机会 去成长 去付出的机缘 要想有好的工作 也是这样 先主动去付出 积极地去付出 工作在哪里 工作就在当下来 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不知道要做什么 就把当下的事情做好 我当下觉得没事情 再仔细看看 怎么会没事情 脚下不是地吗 那地怎么了 地脏了 你不会扫扫吗 这不是事情吗 别人扫干净了 那只能怪你 没福报了 福报被别人 修去了 我们讲找工作 找工作 什么叫找啊 东西丢了 要赶紧去找啊 找福田 很多人说找道场 都是一回事 我们现在要找心啊 作为要把心找出来 什么心呢 菩提心 慈悲心 感恩的心 觉悟的心 赶紧找出来 别坐在那边 傻傻地等着 果报会自己来吗 都不会啊 我们要用心 去修 去求 这个求实际上 还是讲的修 很多人说来求佛 怎么求啊 佛会给我们东西吗 佛是教我们 怎么去做 这就是真正的觉悟 学佛能改造命运 怎么改的 就是这么改的 果然这样做 我们今天的命运 就已经改了 怎么改了呢 今天感觉不一样 以前我老是等到 有什么好运降到我头上 现在才知道 我要先 去创造好运给别人 懂得创造好运给别人 这个人就掌握了命运 以后也不用找什么先生算命 也不用期望 什么美好的果报 什么时候到来了 自己可以做得要做了 这就是佛法 教给我们 创造命运 最伟大的原理 但是相信的人 很少 为什么呢 经常说的好 众生 为果 菩萨为因 众生总是很在乎果报 但是很少在因形上去下功夫 看到别人有钱 哇 我要像他就好了 看到别人漂亮 哇 我要像他就好了 看到别人很有地位 哇 我要做大官就好了 有没有想过 哇 我要肯修大布施就好了 我要肯努力地付出就好了 我要肯拼命地去奉献就好了 这样想的人是菩萨 菩萨是谁呢 菩萨就是想明白的人 他知道 别人的田为什么长那么好呢 哦 种子好 田好 管理的好 我要赶紧回去 把田处理好 买好的种子种进去 明年这个时候 我的庄稼比他好 这个人叫菩萨 菩萨是个明白人 众生是什么 哇 他的田庄稼那么好 他的果源果实那么好 趁他不在的时候去偷一点 这叫凡夫 以为能够不劳而获 这一偷 不但果报没有得到 命也搭进去了 就说自己命里本有的福报 也给折损掉了 所以佛法从来不迷信 但是现在很多信佛的人 没弄清楚 这个真相 也不愿意弄清楚 为什么 弄清楚了 他就要去做事 就要去付出 他不愿意付出 他只想果报 赶紧给我 这哪里是在学佛呢 所以我们真正学佛 要从这个地方学起 幸福美好的生活 就在当下 就是今天 从今天开始 会越来越好 带着这个心 我们这几天 我们这几天念佛 这几天的生活 会越来越好 在这边一天 就专心念一天 哪怕明天回去 明天就先不要想 很重要啊 明天还没到 你用今天的时间 老想明天 今天浪费了 明天一想很后悔 昨天什么也没做 明天也浪费了 我们现在很多人 都在做这些事情 就是用今天浪费明天 用明天 后悔今天 然后这一辈子 就这么样玩完了 到死的时候 哇后悔死了 这辈子也浪费掉了 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啊 没有意义可言啊 这叫白活了 我们不愿意白活 就安住于当下 明天还没到 先不去多想 那明天有事情呢 事情你可以简单的 原则性的 思考一下就可以了 马上放一遍 今天还有重要的事情 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今天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今天过好 让今天过得充实 人说我今天实在没事呢 太好了 那就一起念佛吧 今天没事情 就念一天佛 到明天 可能会发现 哦 我昨天担心的事情 原来今天也没那么可怕 为什么呢 因为心安啊 人为什么会担心 为什么怕事情做不好 心不安 心里面有很多的犹豫 有很多的顾虑 有很多的放舍不下 所以才产生 所谓的担惊受怕 事情不过就那么回事 天大的事情 也不过就是 人要去面对 有什么大不了的 注意 把心安下来 过好今天 今天过好了 明天自然到来 明天会更好 日子就是这么一天一天的过 而我们的心呢 却要一直让它 保持 这一种 祥和 宁静 安乐的状态 而且还要不断的升级 让它越来越好 这一种心态 对念佛人来讲 叫极乐心态 带着这个好心 大家继续念佛吧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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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